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臨近情人節,除了煮粟米肉粒飯,豆腐火腩飯,也會煎牛扒 買一份漂亮的牛扒回去煎,就正常罷的 買一份不漂亮的牛扒,那怎樣做呢? 很多網友都留言,你會不會煎港式鐵板牛扒 還有,當中有些汁,你會不會分享一下 我之前也煎過一些黑椒汁,有些螢光茄汁 在我們做一些廣式快餐,或者茶餐廳,我們都會有一隻汁,叫萬溶汁 今次跟大家分享這個,就可以做蒜蓉汁 還沒說汁之前,就說說今天這塊牛扒 牛扒當中,也有分好幾個部分 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一些肉眼扒,牛仔骨的做法 我們一般在外面做的鐵板餐,都是會用到西蘭牛扒,或者有些叫牛扒,或者有些叫玉眼扒 今次就拿了一些西蘭牛扒,這些都是巴西西蘭牛扒 這個厚度都是一些早餐份量的厚度 是說我們以前九十年代的份量,現在的早餐牛扒 薄得像筷子一樣,還要加錢 這幾個牛扒回來,第一步 我們都會先把它解凍 如果我們外面航下的做法,就會預先一晚把牛扒放在四度的溫度裡 讓它自然解凍 然後再清洗乾淨 現在我們第一步,就用普通的室溫水浸到軟身 這類型的雪藏牛扒,大家不要用鹽去浸 因為牛肉就不同於豬肉 牛肉呢,一吸收了鹽水,就會很難拿得它送 特別是我們這些港式牛扒 這類型的牛扒,再和大家吹多兩嘴 一塊美麗的牛扒 看它的油花,油的分布,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是否美麗的牛扒 當然不是一級牛扒 這兩塊都是三十元都不用 這類型的牛扒 在美麗的牛扒 在美麗的牛扒 十多倍價錢的底下 我們這些港式牛扒 就用回港式牛扒的處理方法 就去醃去處理 說明蒜蓉汁,我們都要做一點蒜蓉 這類型的牛扒 我們就輕輕洗一洗,切開一半 切開一半 切出來之後,我們用刀壓著它 拍一拍它 蒜蓉汁都很容易做出來 然後我們就輕輕剁碎它 做一個蒜蓉汁 這麼少蒜蓉夠不夠呢? 當然不夠 有些葉芥,我們裡面有些方法 一會兒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輕輕剁碎蒜蓉,我們備用 接著我們拿半個洋蔥出來 洋蔥都是切開一粒粒 打凍切了之後,就打橫切 然後再用這個蒜蓉汁 它就很容易變成一粒粒 做這個,萬用西式的味道 主要的味道就是來自洋蔥 做這類型的港式的汁水 或是燒汁,黑椒汁 甚至乎螢光茄汁 我們主要都會用茄膏 給大家看這些茄膏 英文的讀法 又不要买菜茄汁 茄膏 我今次 約300毫升的汁 大約2個湯匙 用不完 其他的 我們都要用一碗 不要逗留 在鐵罐 因為 一開罐頭 很容易會變的 所以我們用玻璃器皿 塞回去 接著 約莫準備 300毫升的清雞湯 如果沒有清雞湯 可以用一些清水 加一些雞粉 也可以 我們在外面打這些汁 汁水 慣常做法 都會開些雞粉水 現在牛扒 要放了一個小時 我們看到有軟身 現在把它清洗乾淨 洗得沒有血水為止 牛扒 清洗乾淨 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清水 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步驟 我以前在外面做 一次就做幾十磅 這樣清水 要清幾個小時 如果在家裡做兩塊 我們也可以用廚房紙代爐 它就沒有水 吸到它 因為這些廣西牛扒 我們要在鬆軟 都是要靠醃料的 如果在髮牛扒 裡面充滿了水分 它一會兒就沒有醃料 你就不會醃到它 醃得起或脹身 這類的西蘭牛扒 特質是有一條根 我們以前整條拿回來 就自己起的 我們會保留西蘭根 就很香 只起出來的下蘭 我們就會拿去 調香醬汁 拿牛骨 用茄膏 用香葉 西芹 洋蔥 甘筍 還有黑椒 一起拌好 放在焗爐裡 焗香 然後拿去熬燒醬汁 這類的西蘭 旁邊這些筋 我們都要切一切 等待它煎出來的時候 它不會縮一塊 甚至乎我們切一些 大件的 八安 甚至乎十安的牛扒 還會拍鬆一點 讓它容易入味 這類型的廣室牛扒 我都不建議大家 吃得太生 起碼都要七成八成 然後我們把醃料 我們主要讓它鬆軟 就是用梳打粉 在這裏 放四分一茶匙 的梳打粉 放一湯匙 生抽 生抽就不夠味 有雞粉 可以放五分一茶匙 如果不用雞粉 放少許蠔油 casethe 好味 也可以 鮮味 我能放半茶匙 材料 放少許蠔油 一把 然後放少許胡椒粉 鮮油 總共五分一茶匙 大概 接著 我們拿生粉 封面 在這裏 鮮油 放少許 一茶匙 生粉 然後加入3湯匙的清水 差不多了 把所有醃料攪拌均勻 醃肉很基本的手門 特別是有梳打粉葉的肉 不要直接把梳打粉放到肉 因為攪拌不均勻 攪拌好味道就會均勻 把牛扒放進去 拌勻 讓所有醬汁收到牛扒 把牛扒醃得漂亮 就看你這裏 牛扒吸得夠乾水 一拆幾下 水份就會很快吸收 把醃料吸收到後 最後要鎖住 就是靠油 約1湯匙的油 最後要加油 要把醃料鎖住 保存著 還有令牛扒有點滑 現在把它拌勻 如果在外面做幾十磅 這段時間 就把牛扒拌勻出來 排好在膠盤上 一塊一塊 這個牛扒最理想要醃多久 醃一天 要用保鮮紙包在冰箱裡 一個很基本的 港式牛扒的醃法 有些網友曾經做過 我用這些牛扒 我用這些鹽去醃 醃一晚 第二天去煎 那你就越醃 它就越柴 越來越醃 你不如你不要醃 你還醃一晚 你不如你不要醃 就這樣拿去煎 你還好吃 因為這類的港式牛扒 我們都有醃肉的基本功 現在我們就醃幾個小時 牛扒醃了四五個小時 現在我們拿出一些配料 首先我們先做醃汁 牛扒醃了四五個小時 首先我們先做醃汁 先把鍋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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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燒熱 大家看到多了一件事嗎 我跟剛才說 我們做的萬用燒汁 其中之可以演變成蒜蓉汁 就是我們有些現成的炸蒜蓉 大家也可以自己炸下去也可以的 這些萬用燒汁 都是八十年代的 港式快餐很常用的 在之前沒有燒醃汁 之前做的螢光茄汁 我們用螢光茄汁 再調些黑椒汁 或者再調些蒜蓉汁 後期就演變成這個醃汁 相當好用的 鍋燒熱之後 我們放四五湯匙左右的油 然後慢慢把洋蔥爆香 然後慢慢把洋蔥爆香 然後把洋蔥爆香 因為這次我會放多一點油 放多一點油 放多一點油 順便把麵拌 如果大家有麵拌 爆洋蔥就不用太多油 當洋蔥聞到少許香味 現在就放少許蒜蓉 放少許蒜蓉 放少許蒜蓉之後 放3湯匙的麵粉 放少許麵粉 放少許麵粉 慢慢把麵粉 推香 不要大火 一大火 麵粉就會容易焦 到這個鍋 然後把麵粉都弄得到 放少許麵粉 綿麵粉 放少許麵粉 放少許麵粉 後就慢慢煮 放少許麵粉 鸡汁要爆炒才會香 如果想更香,放大火 在旁邊炸少許酒 隨即加雞湯 雞湯加了後,調至最小,甚至關掉 趁雞湯還熱,把麵拌勻 打均勻 因為太滾了,會不均勻 麵拌勻會變成粒粒 現在先把麵拌勻 把麵拌勻 把麵拌勻 滾起的同時,試一下味道夠不夠 差什麼味道就補什麼味道 但最重要是加點顏色 加一點老抽 調至 又沒有黑椒汁那麼深色 又沒有茄汁那麼淺色 這個醬汁就差不多了 這個萬用汁就完成了 至於今次你說用來做蒜蓉汁的 現在的蒜蓉就加進去 拌勻它就可以了 不是呀,我想是用做黑椒汁的 那你就再加些黑椒粒 再調色深一點 這個蒜蓉汁就完成了 到最後再加一點糖 調味道 因為我的雞湯都很鹹 完成了一個模樣就是這樣 現在就剪掉它 這個醬汁用來拌意粉 甚至乎煎蛋下去 拌飯吃,以後都很好吃 這個蒜蓉汁 這個蒜蓉汁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看看牛扒 現在醃得有四五個小時 你說是否最理想 還不是最理想 這樣最好就醃到過夜 現在都OK 牛扒準備好了 牛扒準備好了 我們就開火 拿煎炒出來 放適量的油 我們要保持著大火 務求儘快鎖住牛扒的肉汁 把蒜蓉放進去 把蒜蓉放進去 煎一煎 這個蒜蓉也是很快的 煎了約1分鐘左右 就翻到另一邊 煎得很漂亮 底面割煎兩分鐘左右 牛扒就一定會熟 差不多了 我們倒入處 煎一些意粉 一塊牛扒意粉 就呈現眼前 然後煎一顆蒜蓉汁 還有一塊牛扒意粉 這可以呈現眼前 至於這個意粉 可以用茄汁炒一炒 現在吃早餐,加牛扒也相當貴 大家可以煎排茄,加少許茄汁豆就當早餐吃 加少許意粉就當午餐 加上飯和煎蛋,加上豬扒,雜扒也當晚餐 只要是蒜蓉汁 黑椒汁怎樣?就加少許老抽 如果喜歡吃蒜頭,慢慢煎香 喜歡港式牛扒的網友,請按LIKE 喜歡蒜蓉汁的網友,訂閱職人的頻道 會喜歡黑椒汁,麻煩加入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我先吃午餐,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喜歡就按LIKE,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下,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